欢迎收看给你点上新灯 今天我们节目要来看 连生法王卢盛宴 传授冰头卢长眉尊者法的内容 2013年8月24日 西雅图雷藏寺 成功地举办了秋季超度大法会 而连生法王因为和冰头卢长眉尊者 有着千古的缘分 为了利益众生 特别传授人间最大福天法 我们赶快来听当天连生活佛的传法开始 在这人间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 你要跟谁讲道理 你就倒霉 我告诉你啦 你跟下级讲道理 下级倒霉 你跟上级讲道理 你倒霉 我告诉你 今天这个上级 跟上上级讲道理 上级倒霉 人间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 今天我如实会这样子讲 我讲的是真理 你跟老婆讲道理 今天晚上不要吃饭 天天都不煮饭给你吃 你讲道理 你讲道理 谁有理 老婆最有理 所以 我不敢讲我 是别人 是别人 别人 教大家一个方法 当老婆跟你讲道理的时候 你一句话都不能坑 然后讲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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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慢慢离开 不要听他的道理 他根本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讲 他为什么注释呢 他跟我告诉你 我去过灵鹫山 阿难所注的岩洞就在我的上方 我住的岩洞就在阿难的下方 我的旁边就是冰陀卢的岩洞 我跟冰陀卢是brother 我跟冰陀卢是阿尼基 是阿尼基 你知道吗 我们很合得来 但是他跟木剑连不太合 实力佛跟冰陀卢很合得来 大企业跟阿难合不来 还有另外的 大企业为什么要离开僧团 就是阿难尊者 他才离开僧团 还有 这个冰陀卢为什么跟木剑连合不来 因为木剑连的神通比冰陀卢还大 冰陀卢心中很不爽 所以合不来 他跟我比较合得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比较温和派 不跟人家什么斗争的 不跟人家什么斗争的 我是很平和的一个人 所以我跟冰陀卢很好 跟阿难也不错 跟木剑连更好 我们都是brother 都是在一起的 为什么阿难跟大茄业比较合不来呢 因为阿难喜欢去化缘那些有钱人 他吃得胖胖的 那肥肥的 像那个仙人法师一样 阿难尊者 挺着肚子走路 摇摇摆摆的 大茄业跟冰陀卢差不多 就是瘦瘦干干的 瘦瘦干干的 他是跟贫穷的人化缘 所以他吃得很瘦 大茄业是很瘦的 阿难是很肥的 两个人互相这样子 经常 你是猪八戒 大茄业笑这个阿难是猪八戒 阿难笑这个大茄业 你是排骨疏啊 反正他们也是很多的笑话 也有合也有不合 但是外面上不合 其实内心都在学习佛法 那佛陀的弟子当中啊 当然也有合也有不合的啦 一定是有的啦 不会说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 非常那个 但是大家都很认真的 在圆洞里面禅修 这个冰陀卢啊 他本身啊 他的注释因缘是这样子的 那时候的外道啊 六四外道 其中有一个 这个六四外道的在家弟子 叫做树提家长者 树提家长者也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他所有的那个破 外道的破 其实你不要讲外道啊 六四外道全部都是出家人 都是沙门 释迦摩尼佛的地子 是沙门 就是和尚 六四外道的所有地子 也全部都是和尚 并不是他们 哇 六四外道就像电影上演的一样啦 这个什么 外道就是披毛啊 戴甲啊 或者是头上讲脚的啦 头发乱七八糟的啦 到处招摇乱骗的 不是 他们也是修行人 只是他们的法不正而已 释迦摩尼佛是正法 他们的法不正 但是他们也是出家人 那时候有一个这个长者 就是六四外道的一个长者 就是媒体家长老 他雕刻了很多 用丹坛木 丹坛吧 丹坛的木 雕刻了很多的破 这个破就是什么 托波啦 就是雕刻很多的波 很多的波 给出家人拿出去托波的 这个六四外道 这个其中的长者 就是树提家长者 他就是用丹坛木 雕刻了很多的这个坡 那么就给他们 那个六四当中的 所有的出家的和尚 一个人一个 其中有一个雕刻的 非常的乏力跟庄严 他故意拿那个坡啊 来这个试探 试探所有的这个 这个好像释迦摩尼佛这边的 这边的人 他要来试探 他说你们都讲说 你们有神通 好了 我就把这个坡 放在这个 这个破是吧 坡 坡才对 这个字很不好念 就放在这个 像这个屋顶 屋顶上面掉一个坡一样 掉一个这个坡放在那里 他就声言 你们释迦摩尼佛或者他的弟子 能够拿到这个最贵的这个坡的话 那么 我就把这个坡送给你 一般来讲 我现在讲 我把一个最贵的东西放在这个天花板的这个殿灯上面 那你们每个人都讲有神通 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地子很多有神通的 很多有神通 那么你现在你就飞上去 把那个东西拿下来 看看你到底有没有神通 他是在考验大家 这个时候啊 所有 释迦摩尼佛跟他的所有的弟子 都不作声 这个宾陀罗尊者 就跑去跟穆建联讲 穆建联你有神足通 你神足比我还强 你就去把那个伯拿下来 穆建联说 No 不可以 因为释迦摩尼佛有借力在 奋陀罗尔想 释迦摩尼佛有借力 但是你不能输给六四外道啊 你至少要表现一下啊 总要这样子啊 那你木剑人不做 只有我做 因为冰头颅也是有神通 所以冰头颅就 在椅子上一拍 整个人就飞起来 飞到日光灯那里 把那个坡轻轻拿走 然后绕了一圈 慢慢的很潇洒的 回到他的座位上面 非常潇洒 你看我哪下来 我们这个 这个释迦摩尼河弟子 不是没有神通的 都是有神通的 他就哪下来 当时啊 这冰头颅哪下来以后啊 佛就讲了 各位观众 联声法王卢盛宴 每周六在台湾雷脏寺 主持护摩大法会 并且讲授秘教大圆满 无上大法 一月十一日 主尊式秘教的祖师 莲华生大士 配合大圆满法的传授 以及新年的 席曾怀珠 欢迎您把握佛员参加 详情请殿台湾雷脏寺 049-2312-992 各位观众 台湾雷脏寺甲五年工作手册已经出版 欢迎您参加护持的行列 人手一本 让我们一起来迎春纳福 台湾雷脏寺甲五年农命力 详情请殿 049-2312-992 各位观众 甲五年即将来临 生肖特别是属马 属 兔 鸡的朋友 台湾雷脏寺欢迎您登记 新年报名安太岁 和点光明灯 详情请洽 台湾雷脏寺 049-2312-992 祝福您新的一年 一切平安吉祥 财源广进 这宾头颅拿下来以后 佛就讲 宾头颅你犯了两个错 两个错误 就是释迦摩尼佛跟宾头颅尊者讲 你犯了两个错 也就是宾头颅啊 释迦摩尼佛要跟你讲道理 你犯了两个错误 你有什么话可说呢 第一个错 这个丹檀木的波 是属于外道的波 所有外道的用计 你都不可以拿 你只要拿了 你就犯了戒 那是属于外道的波 这是第一个错 第二个错 你受了戒 在佛面前你受了戒 受了戒力 比丘戒 你在没有受戒的 这个树提家长老面前 你显现神通 就不对的 有受戒的地址 之前你偶然显现神通 是可以的 按佛陀的教法是这样的 没有受过戒的 没有入过门的 你在他们面前显现神通 你就犯了戒 这个兵头颅 想要开口讲话 开口 他想要开口讲道理 我也是有道理的啊 因为我们这个佛教的身团不能给外道啊 看不起啊 他又要争论 跟佛争论 佛说 我只讲道理给你听 你不能讲道理给我听 我给你放足 你讲道理 你就离开我放足 放足就是给他贬到这个 以前中国的官服啊 只要有朝廷的官吏犯了错 就给他贬到海南岛 那现在海南岛很不错了 以前都是贬到海南岛 到宁南 到海南岛去 你到海南岛去 海南岛去受苦 那边很热 把你热死 那边有瘟疫 这兵头颅被施迦摩尼 我给他贬到哪里去 贬到这个犀牛鹤州 当时有四个州 东圣神州 南岛部州 西牛鹤州 北济炉州吧 北济炉州吧 有四个州 世界有四个州 他给他贬到西牛鹤州去 西牛鹤州就是哪里 可能就是美国 因为他在西方嘛 西牛鹤州 当然不是美国啦 不过他给他贬到很野蛮的地方去 贬到那里去啦 烂什么 去那里度化众生 不准去弘扬 释迦摩尼佛的正法 那兵头颅是这样子被罚的 到时候 那时候啊 他被罚了很多年以后 是蛇利佛跟所有的大阿罗汉跟释迦摩尼佛的讲情 我们好久没有看到冰头颅了 让他回来好不好 这个佛觉得惩罚也太重了 把他贬得那么远 干脆叫他回来好了 这个释迦摩尼佛也是很有慈悲心的 贬了那么多年 都没有看到这位弟子 另外呢 那个很多大阿罗汉都没有看到他 就叫他回来 他就回来了 他是有回来 回到佛陀的身团 但是佛还是罚他 换了一点错 佛还是罚他 罚他什么呢 你将来啊 我们全部通通都走了 离开这撒婆世界 不再轮回了 你就永远住在撒婆世界吧 跟十六罗汉 他是十六罗汉之首 就跟十六个罗汉 住在哪里 天图摩尼山 冰头颅尊者就是住在那里 这就是我知道的 这个冰头颅为什么住在世间的因缘 那别人都讲不出来的啦 你去查经典也没有啦 那时候啊 所有的佛陀注释的时候 很多的比丘都修成大罗汉 所以才有五百罗汉 五百不是说只有五百个 而是很多的意思 我跟你讲 五百就是很多的大罗汉 都是那个时候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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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冰头颅跟我是最最麻痹 都是那个时候出来的 最麻痹 是我的兄弟 是我的兄弟 也很多路的地方吧 对啦 很多路的地方 有很多路的地方 那个叫奈良 奈良 东大寺 去的话 刚好看到冰头颅尊者 坐在寺的门外 他有一个位置 东大寺外面的 右边的一个位置 坐在那边 我去的时候啊 他刚好祭焚在那里 也就是他刚好 坐在那里 有时候不一定坐在那里 但是我去的时候 刚好他坐在那里 他看到我 两个眼睛 呼 就放光出来 一闪 好亮哦 你知道吗 我们以前打招呼的时候啊 是不用握手的 不用握手 不用敬礼 也不用敬礼 阿罗汉跟阿罗汉见面 一阵敬礼 不用 跟释迦摩尼佛也不用 跟 就是有时候就微笑 那么眼睛放光 他眼睛放光了 就是看到了眼睛放一个亮光 好亮的光 我说 哦 冰头颅在那里 赶快 我那时候周围都没有人 我就叫几个 那个 你们赶快 你头痛就摸他的头 脚痛摸他的脚 肚子痛摸他的肚子 胃痛摸他的胃 这个哪里痛就摸他哪里 反正你摸他就对了啦 摸他就会好啊 他只要他坐在那里 刚刚好坐在那里 你摸他就对了 那个 罗日良律师啊 他有胃的毛病 胃的毛病啊 他胃很多年很多年了 数不清的年了 结果他就赶快爬上去 就摸了他的胃 他胃不好 就摸他的胃 哎 下来以后啊 他就说哎 好了 就好像好了一样 从那天开始到现在 通通都好了啦 罗日良律师对不对 对了 他讲对 没错哦 他就是摸他的胃以后 他的胃都好了 他以前一片红梨都不能吃的 现在他吃一只红梨 一只的翁来都吃下去 一只红梨啊 红梨是很利的 一般人胃不好的不能吃红梨 他一片都不能吃红梨的 现在一颗一粒 像头那么大 他都把它吃下去 他那胃真的就好了哎 你就是这个冰头颅 尊者帮你医的 你摸他哪里 他就好了 哇 真的大家拼命摸啊 那时候 有的香港脚摸他的脚啊 有的头痛啊 黑帝 他就摸他的头啊 头痛啊 摸头啊 头痛啊 摸头啊 脚痛摸脚啊 还有哪里痛就摸哪里啊 通通都好了 哦 他就是 所以他被称为福田第一 他在人间里面叫做福田第一 我们称他为圣生 圣生 圣经 台语说的是圣经 好消息 2014年台湾灯会在南投 这一次有大大的惊喜 在宗教区将展示台湾雷葬寺 高达12米的脸花童子 绚丽劫彩的极喜世界 您绝对不能错过 南投县政府主办的灯会 敬请密切锁定相关讯息 台湾灯会来看莲花童子 最炫的春节灯会 详情请电 049 2312 992 各位观众 您知道超级敬爱本尊 咕噜咕列佛母 有什么秘密法门吗 为求马眠世事亨通 连生法王卢盛宴 将特别传授 咕噜咕列佛母 十方发射不供大法 所以台湾雷葬寺 今年的新春祈福大法会 为您把握法院 创造新年好运 2月8日 星期六台湾雷葬寺 甲午年新春祈福大法会 求财增幅 详情请电049 2312 992 各位观众 继月河的流水之后 我们将再次的移入在 卢盛宴的竖旗之中 法王作家最新情诗发表 对着月亮说话 请您珍藏 求财富 他也会帮助你 求病痛好 他也帮助你 那么这个祈求什么 他都能够帮助你的 求这个息灾 息灭灾难 求增加福分 增加智慧 那么求敬爱 求这个怨敌退善 他都会帮助你的 这就是宾陀卢尊者 所以称为福田第一 今天我们彩虹雷杖寺 这个彩虹雷杖寺 有一尊冰陀卢 我们明天这个时候 祈请他来 祈请在冰陀卢面前 祈请他明天 他的就降到冰陀卢的身上 冰陀卢尊者的身上 冰陀卢降到冰陀卢尊者的身上 希望明天只要谁摸你的地方 你就给他感应 那你的病就好 在佛陀时代 我告诉你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 他从开始离家出走以后 释迦牟尼佛是离家出走的 他是离开王臣离家出走 连妻子都不告诉他 他就走了 还有所有的宾妃都不告诉 就走了 走了他就去出家了 到最后在菩提树下 这个静坐 最后他都离开过 代表我的心 代表我的心